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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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明当时的造船业 航运业 就已经非常的被上级所重视了 宋元时期宁波也是当之无愧的 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史发岗 并且是可以称之为 逃死底线地 定位是非常高的 港口的发展跟城市的发展 它是相互相互相连的 对 相连的 所以说我们其实不单单 体现港口它本身的一个发展 而是不能带动这个城市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我们小白礁一号打捞现场的 一个复原产品 那么小白礁一号呢 是我们宁波目前发现的 唯一艘也是第一艘 打捞上来的古代城团 漫长的海岸线 是宁波成为深水两港的必要条件之一 自2016年 国家支持开展蓝色海湾整治行动以来 宁波已经整治修复了110.7公里的海岸线 山海之间 一面是波澜壮阔的大海 一面是高高耸立的风车 这里是俯瞰东海的绝佳位置 被称为最美风车公路的福泉山 吹着海风驾车前往外制岛 这座小岛上有宁波市区范围内最后的岩田 在宁波发现的大蟹遗址填补了中国海岩业考古领域的空白 也向我们证明了四千多年前的制岩工艺一直流传到今天 好 爷爷 我问你一下 我们刚走过来看到这边一个一个方形的水塘 这些水塘是不是都是来晒岩的 晒岩的 都是晒岩 这个是28度的 28度了 25度以上下来了 这里是晒岩的 嗯 没有25度以上不会晒岩的 外制岛的岛民们完全依靠最古老的工艺制作食盐 成为宁波晒岩叶的最后守望者 除了仰望港口高大的菊庄乡 或是从山顶远眺无边大海 你有没有尝试过换种角度来领略这座港口城市的美丽 从山顶起飞 港口 海湾 群山 城镇 尽收眼底 港口与城市脉搏相连 港口文化已经逐渐演变成为 宁波城市文化中最具个性 最负生命力的文化因素 海纳百川是宁波的包围 港为人仙是宁波的创型 港通天下是宁波的卓远 中文化 twelve 中文化 winning 油owania